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正午 我是谷怀轩 从我印象中看到的书里面写 上一次在紫荆城 紫荆之巅决战的 是叶孤城跟西门吹雪 然后那两个人在紫荆之巅决战的结果 当然是因为叶孤城他想要杀皇上 然后故意设的一个局 这个是武侠小说 对 他们到底是谁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号称天下第一防卫处的 北京故宫紫荆城 竟然那个国宝 这么容易就会被偷 对 而且事实上是24年来 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妾安 而且感觉上那个妾贼 好像就进去说我来喝个喜酒 然后就把东西带走了一样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讲说北京紫荆城 就是北京故宫国宝被偷 你一定很难想象 在那么重重的防卫 号称有四道防卫 还有大内犬队 像这样的一个严密防护之下 是怎么被偷的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偷 你说以前被偷 因为设备比较简陋 也就算了 为什么到现在 还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除了这个以外 全世界如果你讲到 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处的话 那所有的博物馆 那个防卫 大概都是滴水不漏 但是即便如此 蒙娜丽莎购有名了吧 全世界被偷最多的 就是他 就是他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 但是除了待会在节目现场 所有的来宾会让你知道说 所有的博物馆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防卫 那这些窃贼 如果想要偷 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 重重的难关以外 但是只要是很珍贵的东西 就有一些神秘的传说 甚至有一些诅咒的传说 这些传说又是怎么来的 真的会灵验吗 你每一次在电视新闻上面 看到说什么样的话 或是什么样的鼓舞 在一个拍卖会上 一拍几亿美金 你知道那些拍卖官 在现场 其实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 动辄得救 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陛下 北京故宫爆发重大窃案 窃贼破坏严密保安 前进犯案 讽刺的是 故宫号称 拥有京城第一保卫处 四道防线 却同时失效 所有关心故宫 关注故宫 爱护故宫的所有的人 我想表达一个道歉 案发当下 故宫警报器非常安静 第一时间嫌犯还突破防线 就这么逃跑了 半个世纪当中 北京故宫已经发生 五起盗宝案 获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 两度偷走国宝 盗运出宫的高达一千件 世纪大窃案幕后惊奇 蒙娜丽莎背头最多次 现在这么神秘微笑 用防弹玻璃来保护 安全距离之外 才能够立足观赏 这名宝物受瞩目 除了小偷觊觎 诅咒传说也没平息过 知名钻石光明之山 就流传了这句话 君王一旦拥有它 就难以逃脱换运气 神秘国家宝藏传奇故事 新闻面对面大解谜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 特别来宾 好 我们现在叫 是历史学者周健 曾吴怀先生好 各位观众好 在叫资深媒体人张有华 大家好 在叫是台湾化学资深顾问 也是著名的拍卖官 周健平 大家好 在叫资深媒体人胡夏成 两位好 大家好 在叫是不洋文化社社长杨连福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这一次说 北京故宫被宝物被失窃 那其中当然是疑点重重 我那看到报纸新闻的时候 完全难以想象 不可思议 对 怎么会是这样子 又哪一些疑点 这疑点真的是还真的蛮多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 到底有七大疑团 有哪七大疑团呢 我们现在看的是 当时这个失窃这个展厅 好像是不是没有监视器吗 怎么会不知道有人闯进去呢 另外有1600个防盗的警铃 其实当时为什么没有作响呢 还有来看的是 当时有这个可疑人物 为什么到最后还被追丢了 另外这个窃责是怎么样 逃出这个故宫 这么戒备森严的大门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地方应该是很森严的戒备 怎么会这样 还有就是为什么第二天 才清查展品 才确定说东西真的不见了 还有这个嫌犯呢 是怎么逃过 北京故宫的一些清查 一些检查 该要做检查 没有做吗 还有整个这个当中 有一些保安的数量 是不是不对呢 很多人都要问清楚 如果这样讲的话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引起大家这么瞩目 一个 北京故宫是国家级的 一个博物馆 那怎么会这么容易被偷 第二个 很重要的一点 它就比拟着中南海 如果号称天下第一保卫处的 故宫会这样被偷 那中南海里头的那些人 是不是每天没事 就看到一个老百姓 在我眼前晃荡 就会有同样的这种情形 有啊 他们不是号称有什么 人房 计房 物房 犬房 一堆的防卫 怎么会被偷啊 如果各位去过北京故宫 它管理的确是非常的松散 你好比说 那我个人去故宫 那我不要讲哪一个单位 就是说我只要到了故宫 省武门 它的后面 就是北海 靠近北海那边 那我打一通电话进去 我打一通电话 他们就派服车 就把我接到现在被偷的地方 所以只要你打了电话 就可以这样子进出 如路无人之境 对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关于这个案子 那我特别打了电话 去问我北京朋友 他是想希望让我澄清一些事情 他说这是故宫盗宝 就是偷窃 他说 他偷窃的这个地方 是跟展览会香港博物馆的 那这个地方的重建 是香港博物馆 的的确确是花了两亿 去帮他重建 重建的过程当中是被以明 他是依据了过去的图样 就是烫样 他们是把过去的烫样 通通都拿了出来看 拿了出来看了以后 就按照这个东西 去做一个防古建筑 他过去是乾隆皇帝 放书画的地方 他放书画当然也是故宫盗宝的地区 那因为大火之后 他们向外面的募款 大概募了两亿 募了两亿人民币 那两亿人民币 他募完了以后 因为香港博物馆 希望到这个地方来展览 他捐款的目的 当然是有商业的目的 那我相信这一次总算让大家见识到 故宫是死要钱 死要钱是不要命是死要钱 那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虽然我澄清会帮他澄清 但是我也要批评一下 不是台北的故宫 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 还有就是说这一次的产物的保险 还有他的产品 都是1950年代 以1950年为主的金品 他总共保险金额 各位想想看 我们一个 我们一个故宫的展画 台北故宫的展画 你保险都要上亿 况且很多保险公司 不见得他敢保 但是这一次的展览品 只保了新台币1200万 那这一次被偷了以后 他九届他找回了六届 那我在针对现在讲的 所谓的高级招待所的传闻 我跟各位 等一下 什么高级招待所 待会我会讲 这一次被偷的地方 除了是香港博物馆 出资两亿找被移民兴建的以外 那故宫最近几年 他是为了钱 他主动的去找企业 何必说周建老师 他是大企业的老板 好 你来入会 每一个人入会费 好 一百万新台 不 一百万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大概四百五十万 一个人四百五十万 好 你只要成为 入会会的会员之后 对不起 你要在故宫宴客 你要在故宫召开会议 所以你要在那个故宫说找一个场馆 那他的的确确 他就会让你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让你在这个地方 你爱宴客 你要开学术会议 你要变成一个私人的俱乐部 通通都可以 所以我问了以后 我只问他们一句 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监视器 他就跟我讲 他说进出都是贵宾 他敢有监视器吗 他敢有监视器吗 那相关人员 就是说除了故宫人员可以使用以外 像周建老师如果是会员 不是紫禁城的古建筑群 古建筑 所以他不受文治法的保护 北京故宫怎么会这么容易被偷 又有人说 应该是最被尊严的地方 对 号称天下第一防卫处 少臣 名称给得很好听 天下第一防卫 又有人说是被凿了个洞 又有人说是破了个窗 什么都来了 怎么会那么惨 我举个例子 桃园有一个东西叫做天罗帝王 那是一个监视器的一个网络的布置 这个是当初 现在目前新北市副县长 那个侯友宜在到做桃园市警局局长的时候 他所弄的 那整个桃园市加起来还没有1600个监视器 可是他不论是今天是撞车逃逸 小偷 他们就是犯了什么案子的那种 他三天内你就可以抓到这个人的一个心中 我要讲桃园 因为这个监视器没看到 下一个也看到了 那重点就来了 重点就是你今天桃园都没有到1600个监视器的时候 你都有这样的一个长效的一个效果 这么有效的一个能抓到这种歹徒 那你想想看一个故宫 他有1600个监视器的时候 突然之间全部变瞎子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这不能理解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根据他们那个故宫的一个发言人的说法 就是说 我当时为什么警报器没有叫 为什么因为它有两道 一个是前面玻璃 后面是一个展示柜 这两个都没有在叫 那怎么回事呢 他说因为断电了 那不是通常一般来讲 所有的博物馆 只要是号称叫做 全世界最安全博物馆之一的任何一个博物馆 都应该有不断电系统 像台北故宫就有这样的一套系统 我相信 我相信以现在目前一个中国的一个 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国力 你说在北京故宫一套 不断电系统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也是不能理解问题 第三个问题在哪里 而且这一个所谓的信实的这一个嫌犯 现在他的一个 根据他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他当时是因为去了那边参观 然后看了导演讲 然后介绍那个 这也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之后 他有临时起义 您是请倒薪 然后之后他就把 就像老鼠一样挖了一个洞 有没有 挖完之后有没有 又把这些剪了之后 他就把它给这样的弄出来 太简单了吧 所以我现在这等于就是说 如果说如果北京故宫的发言人讲说 他们有四房 人房 物房 计房 还有包括全房 这个四个加起来 他认为这个还是叫做全世界最安全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 这四个加起来 很等于是叫做不设房 就是空房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样子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北京的这个 这个故宫 根本就是在整个那个防卫能力上面 是有问题 像刚刚那个 有话兄他刚刚讲的那个 有关于那个开放的那个事情 我是根据那个大陆媒体 跟那个新华网的 他的一个描述 他是这样讲 因为在北京故宫下面 他有一个文化公司 那文化公司他为了筹措一些 这样的一个经费 为什么 因为北京故宫 说实话 虽然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随着 好像是全世界的什么 遗产吧 就是什么知名遗产之一 人类遗产之一 那但重点在于就是说 他整个营运上面 他的一个开销很大 所以他就开放了一个什么 叫做福建宫 建福宫 建福宫 他开放建福宫这个地方给富豪 尖点去开会 去吃饭 然后去做各种各方面的一些 民间交流一些事情 这个跟故宫本身来讲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也因为开放了建福宫之后 所以招致了各界的一个批评 他们认为说 你开什么玩笑 紫禁城的 紫禁城是什么地方 是中国国宝级的一个地方 你怎么可以开放给这些商人 然后到里面来吃喝玩乐呢 成何体统 你不要讲说是现代人不满意 古代的历代的那个什么冤魂 他也不会接受啊 那我是觉得在这一次里面来看的话 真的问题真的一大堆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北京故宫 有任何的一个圆满的一个解释 只是在闹笑话 到后来还闹了一个另外一个笑话 就是演出这个插举 就是他送了一面锦旗 给北京的那个公安 解释局 他就感谢他们那么快 在58个小时就抓到了闲伴 结果没想到那个字又写错了 第一个字就还写错了 捍卫的汉他写的那个什么 震撼的汉 就消化就有一大堆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 这是北京故宫大概有可能 我可能乌沙漫要掉下来